其实这一轮下市3万点之后 4天就上回31800点这个位置 你怎么判断美股后市的走势 我想其实近期的反弹 可以暂时判断是一个技术反弹 如果你看回美股 如果看回导致 去回3万点 很明显似乎看到它比较支持 因为你看到几次下跌 都随息高率上回 但是上回了多少呢 正正上回到现在这个位置 就是刚刚是一个阻力位 其实现在这个水平 我想也挺关键 其实这个正正就是 3月以来的下跌通道的顶部 亦是保里加通道的顶部 其实看看究竟 短期的走势业绩是否配合 如果业绩继续配合利好色色的话 加上最重要当然就是 月底美联储究竟是75还是1 大家都猜 但是当然 也都因为近期 很多美联储官员在这么说话之前 开始放风说 应该都可能谈谈0.75 所以也是伴随着整个大戏的气氛 稍微转好 加上个别的企业绩消息比较利好 就造成这几天的反弹浪 但是你说短期走势 我刚刚提到的 其实现在这些技术走势来说 是一个可能 你看到走势是开始窄幅 也都可以挑战一个阻力位 所以我觉得短期如果企业资息 继续配合比较理想 但是我相信未必可能对个别的差 就是个别的发展 可能如果站得稳 继续冲上 顶朵再看 如果看标普的话 可能是4000点 一个大关 导致的话 我想看上次的3万3千左右 但是我仍然觉得 始终大环境就是 你美国继续收紧了货币政策 最近的 你除了短期的额息 其实也仍然在做熟表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外 你说要这个美股 已经判断建底 开始慢慢涨 我暂时不会这么说 我觉得仍然是一个技术反弹 所以可能去到现在 可能再涨 如果看回道指 可能去回3万 我想3万2 先看一步 看看能不能够冲破 冲破再涨再涨3万3 否则可能会掉下跌 即是你的判断 还是觉得暂时 会低于一浪 是因为你始终暂时 我们虽然现在 市场近期判断 美联储师傅 说他不会这么紧 但是放松一点 比我头淡起 就是收息加息 但是其实 你看回刚刚公布的通胀数字 其实你见到美国通胀 是不是好像 美联储这么说 官会慢慢回落 其实就不是这回事 你见到其实那个通胀 在那个环节 尤其在服务成本方面 是继续有个比较高的通胀压 而且油价虽然近期 好像有点回落 但是其实 现在最大的问题 不是拜登走到阿拉伯 别人不展示他 就是原来的供应 其实阿拉伯 自己也说 现在我的产量 已经差不多到顶路了 问题就是 全球的链油 那个措施 即是供应 暂时追不到 也仍然比较紧张 所以其实油价 我认为近期 随着美元回落 或者经济衰退一些炒作 另外开始回转 但其实你就算回转 你见到其实都是100元 站得运的 所以就算大幅回落空间 这么大 意味着 比如昨天欧易元区 公布了通胀数字 其实都是继续高企 所以我认为这个通胀 会继续在全球的蔓延 不会那么快回落 这样的情况 你说美联署 怎样说一下子 说明年初第一季就减息 其实我想比较难 不好